哈喽,大家好,我是萍萍 因为今天我准备洗衣服 然后今天就不更新关于做饭的视频了 然后今天就拍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视频 其实我的这个房子非常小 就是我的室内的话 应该也就才十平米 有一个厨房 然后这个是洗手间 也是非常的小 我们这个出租房呢 空调洗衣机WiFi 洗瓜 空调洗衣机WiFi电冰箱 这些通通都没有 包括热水器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也是坏的 所以我们的房租才 那我现在准备洗衣服啦 这个睡衣的话 我的提议是一周至少洗衣到两次用 当时我就是买的这个 袋装的这个洗衣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回来在卫生间里面差点摔了个狗吃 结果我以为是就是洗衣服的时候拿个洗衣液 然后到了地板没有冲洗干净 才会这么滑 结果是我买买一大袋 我刚买的洗衣 然后就傻到地板了 心痛啊 大家洗衣服的时候 如果你的衣服褪色的话 可以放一点盐 然后盐可以防止褪色 比如衣服上的一些小污渍的话 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是可以洗得进的 比如说你刚吃饭的时候 然后沾上油 但是时间不长 你直接用那个洗碟筋就可以脱洗干净 但是时间如果长了的话 但是又洗不掉 你就可以用汽油 就是摩托车啊 或者是家用小汽车的那种汽油 可以把衣服上的污渍给洗掉 再比如说呢就是牛奶 牛奶也可以洗衣服 还有盐啊 小苏打呀 柠檬啊这些 对去衣服的污渍都是很有效果的 我一般是喜欢坐着洗衣服 因为我感觉站着洗的话 腰很累 没办法呀 书上没有洗衣机 然后你就准备洗衣服呗 但是呢 雷炫 细心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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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